歡迎繼續回到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禮拜五決戰金曜日之東京放送 接下來進行的是 許富凱演歌舞箱 嗨大家好 我是許富凱 劉仁哥好 對 那許富凱呢 已經連續幾個星期 在我們的娛樂一世代禮拜五的晚上呢 用一首歌 一首演歌 跟大家來做分享 是的 對 但其實我有時候發現 就是演歌有一種情懷 比方說呢 我們都不要知道那是什麼歌好了 我們光是用聽的 每個人聽到這種音樂 都有自己的一個畫面 對不對 比方說你會覺得好像走在日本的鄉下 好像已經晚上了 然後有人用Radio Radio播出來了 就是有那種演歌 或者是可能我們小時候的回憶 家人有人聽演歌 也是透過那個收音機 對 我覺得如果早期的電影 你也會聽到類似這樣子的聲音 可是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 今天許富凱要介紹的這首歌 基本上你那個反差很大 怎麼說呢 因為也是美空雲雀嘛 對啊 對啊 上個禮拜我們介紹的美空雲雀 大家覺得他遠遠流長 沒有錯 他唱歌很好聽 其實他的人的氣質 我覺得很像皇后 啊有 有那種感覺 演歌皇后 對 他就是有那種很親民的 皇后的那種 那種味道 那種姿態這樣子 對 那今天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他其實真的很千變萬化 他嘗試的曲風好多 如果說早期現在的Rap 這個就是早期的Rap 來聽一下 就是他可以唱很快 他可以唱很快喔 有沒有 真的耶 那個舌頭要動多快 嘴巴要動多快 真的耶 我們台灣就是派劉福祝跟他對抗 劉福祝大哥 但我跟你講有一位女士 台灣人喔 唱這一首歌 唱得很厲害 真的喔 對 誰啊 白冰冰小姐 真的喔 因為早期 冰冰姐也有到日本去發展過嘛 那他當然也是把美空雲雀 視為偶像 所以我記得我曾經看過 他在秀場的時候 或者是在電視演出的時候 他就穿著他很豪華的孔雀服裝 然後就唱了這一首歌 然後我就想說 哇這首歌那麼難唱 好我要聽看看 冰冰姐怎麼唱 結果 哎唷 怕死人喔 那個嘴巴也是好快 欸那你可以嗎 你有練嗎 我曾經練過 但是我放棄 喔真的喔 因為我覺得 那個嘴型 他速度太快了 而且 聽這種歌喔 你會感覺他唱歌的時候 他就像一隻雀 對 美空雲雀雀雀 因為雀就是 你要 咚咚咚咚咚 很快有沒有 拿吃飼料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感覺舌頭要很短 然後很靈活 這樣 對 而且 重點是你要唱之餘 你還要顧到裡頭的歌詞的情緒 譬如說他唱了裡面有 呃 因為他是祭典 就是日本的祭典 對 然後呢 裡面就會發生說 呃什麼 隔壁的阿伯啊 你刀灰修除啊 趕快要去救活啊 然後 介紹隔壁哪一個美人啊 他是出生在淺草的漂亮的女生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情緒都一定要跟歌詞一樣 很符合這樣子 所以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真的太厲害了 真的 如果因為這個單元有引起你的興趣 其實呢 大家可以去找 美空雲雀的作品 再來聽聽看 因為呢 他的變化很大 千變萬化 各式各樣的音樂他都能夠唱 而且他厲害喔 他還唱爵士樂 他還出過英文歌喔 而在不同的年代啊 他也都有很不一樣的音樂出現 沒有錯 好 所以呢 連著兩個星期 我們都聽到了許富凱 他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好今天晚上娛樂一世代 我們就用一種 聽早期饒舌的心情好了 好不好 回到昭和時期 對 來聽聽美空雲雀 馬兹里曼博 謝謝許富凱 謝謝 吉祥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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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zy 偶眾選 這 Tudo kuin地藏地 克娜 又輪車 雪輪 Nichtsa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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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Commerce's luminou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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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